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这期的快报跟大家聊两条关于加拿大的新闻 最近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又遭到了反对党的猛批 我觉得他被骂是活该的 为什么呢 是在国会里边有反对党的议员在质问 说关于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加拿大的国家实验室之前老出事 之前是有华裔的研究员被解职 因为他把病毒的样本跟中国进行了这种非法的 或者说这种违规的操作 所以说他被解职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底这里边是发生了什么 他把一些研究的一些数据成果 送到中国的实验室 好像还是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病毒研究所 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这个疫情是不是有关系 都不知道的 另外就是还有在国家研究室里边 居然会出现解放军的研究人员 这到底怎么回事 加拿大的本地的科学家都很难进到这样一个 高级别的研究室 为什么这里边会出现解放军的人员 这些都是一些疑问 是不是说明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有漏洞 被质问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加拿大总理透露多又开始滑头了 他基本上没有回答任何关于这些问题 没有透露任何的说我们要怎么解决什么 没有 他话锋一转突然开始讲说不要歧视亚裔的人士 我们要坚持反对什么种族主义 并且反对亚裔的种族歧视 他说完这个话 就遭到了很多的反对党议员的猛烈的抨击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 你什么意思 我现在问的也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 跟中国不清不楚的关系的问题 你现在跟我扯什么种族歧视 跟我扯什么种族主义 这是完全两回事 当然你不是不能够谴责种族主义 你当然不是不能够站出来捍卫亚裔的权利 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是 别人在问你的是国家安全问题 是加拿大政府跟中国政府里边有什么往来 是不是值得怀疑 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检讨 是这个问题 你现在突然给我扯亚裔的种族歧视 这是你故意把它混淆 好像我现在批评中国共产党 就是歧视亚洲人 就是歧视亚裔的种族主义 我这个帽子扣的也是太奇怪了 对吧 实际上很多人不太了解特鲁多这个人 他实际上 你说他有多么白左 跟中国有多么的好 这个不见得 他在中国也没有什么生意 我一直对他表示一种理解 就是他想的是加拿大的经济 要跟中国做生意 所以说不想得罪中国 在很多方面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尽可能不去得罪他 我都可以理解 再加上这个作为一个职业政客 他本人也是比较的滑头的 那么他遇到这样的一个 让他下不来台的问题 他又没法正面的回答 他就给你拽别的 这个是他的典型的一个手段 他考虑问题还是从他的位置上来出发的 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今天那个什么形式 你不去看一看 现在是中美对决 中国是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敌人 全球最大的一个威胁者的时候 你这时候加拿大还不好好的检讨 还不好好的清晰的去站队 你被骂 当然是应该的了 当然活该的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坚决的站出来 来捍卫加拿大的尊严 还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 跟中国这样的一个敌对势力 划清界限 跟着美国走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实际上加拿大将会在国际舞台上 一定是 这个肯定是吃不开的 所以特鲁多还在玩他的 那套职业政客的把戏 所以他没有特别清晰的去表明态度 这个我觉得在被反对网骂的时候 我觉得是活该的 当然了我也对他表示某种程度的理解 因为毕竟是政客 他要考虑到加拿大的这些华人选民 因为很多华人选民 华人组织 给他捐款的这些人 实际上都是亲共的 另外他要考虑到加拿大的经济利益 跟中国这种贸易的往来 并不是说我们未来不能够看到 特鲁多坚决的去反对共产党 只不过他是需要被推着走的 比如说最有意思的 就是加拿大的跟中国关系一直都很好 即使在保守党上台的时候 跟中国关系也没有闹到那么僵 恰恰是最亲中国的 最亲共的这样的一个政客上台之后 反而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跌入谷底 你说有没有意思 这说明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 这是实事所造成的 所以说特鲁多再怎么喜欢中国 也没有用 实际上他真的喜欢中国吗 我也是打个问号的 不一定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加拿大整体来讲 还是会跟着美国走的 只不过他会比较懈怠 会需要别人去敲打才行 特鲁多这个人 包括自由党 他是需要被敲打的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这么肯定 加拿大一定是跟着美国走的 一定是跟中国最后是要闹掰的 而且事实也证明了 确实如此 确实不管加拿大的政客们 多么的不想得罪中国 最后还是得罪光了都 还是双方的关系 现在陷入了这种非常尴尬的一个阶段 对吧 中国对加拿大也实行了贸易上的制裁 加拿大也联合了其他的这些盟友 一起来谴责中国 甚至在按照中国话说 在新疆问题 在香港问题上指手画脚 对吧 是加拿大最后还是要这么做的 你昨晚都是要辱华的 你还不是早点辱华呢 对吧 还能占一个位置 还能在美国大哥面前 这个觉得你是可靠的国家 你是可靠的盟友 当然了加拿大就是因为跟美国关系太密切了 挨着他也走不开 对吧 他这个不可能是分开的 所以说加拿就有点有恃无恐 而澳大利亚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去 反对共产党跟中国去硬钢呢 就是因为澳大利亚跟美国的关系 没有加拿大跟美国关系那么密切 他没有挨着 对吧 他更需要美国的保护 他对中国的威胁 更是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触 所以说你看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跟澳大利亚就联合检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有背景的 这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能够分析出来 为什么加拿大会比澳大利亚 面对中国的时候更退一步 原因就在这 但是整体的方向 还是朝着各个欧美的自由世界 发达国家联合起来 应对中国挑战 这个大的趋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定会这么往这边走的 比如说最近就看到了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就宣布了 他们有四所大学 包括阿尔伯塔大学 包括卡尔加里大学 这些大学都要停止 跟中国的合作项目 除了这些大学 要跟中国停止合作以外 还要董事会提交一个 90天之内提交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要写到 你们这个大学跟中共政府 有任何的合作 有任何的协议 甚至和中国企业 政府关系 全部都要解释清楚 而且加拿大的联邦部门 就是特鲁多旗下的 管辖之下的联邦部门 也在私下里已经要求了 加拿大的各个大学 研究机构 都要加强安全上面的评估 实际上这也是针对中国去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 就是特鲁多政府 虽然表面上不是特别的愿意 说一些比较硬头硬的话 但是他私下动作 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的 只不过会让我们觉得 比较弱一点 比较慢一点 需要敲打一下 这期的快报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推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